佛法以人为根本,人以心为根本,而我们的心则以觉悟为根本。 主师云,佛在灵山莫远求,灵山只在主心头,人人有个灵山塔,好向灵山塔向修,灵山就是灵知灵觉的这念心。 保持他的一个单纯的心,像如如不动,你的本心本心也如如不动,你只要莫妄想,你就可以欺路,就可以成佛,就可以得到了。 所以修行很简单的,在行书周围里面,用单纯的心去过生活,去过日子。 这样我们的人生,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展一种究竟,一种很高,很高,很好的一种美满的境界出来。 因为我们的真心是心包太细的,无量无边的西空,都是你的心,只是你没有开展出来的。 用马蜀道一禅生那一句话,莫妄想。 所以我们就想太多了,现在的人,身心为什么会苦,想太多了。 没有单纯,你知道吗?看就是看,听就是听,保持,保持,当下那一念就好了。 不管好听,坏听,好看,不好看,好吃,不好吃,用单纯的心去过生活,去修行。 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,你的身心也会越来越好,你的道夜也会越来越成就。 你的道夜不成就是因为你想太多了,想太多了。 我一定要写什么,我一定要认识什么。 法写很多,但是没有通达,那个都叫妄想。 佛法以人为根本,人以心为根本,心以觉悟为根本。 佛经云,智人求心不求佛,愚人求佛不求心。 开悟了,山获漏尽了,极见自信佛。 时邦新闻记者,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。 4号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。 谢谢大家